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你讨厌他,但他却能够帮到你 请从你讨厌的人身上看明白这些事 人的一生之中呢 就是会遇到很多形形色色不同的人 那每一个相遇,每一个交流 绝对都有它的意义 不管你是否对这个人是很敬仰欣赏 有些人你可能就是很鄙视,很痛恨他 但如果遇到之后你不喜欢的人 从这个讨厌的人身上 你是否会看出这个讨厌厌的价值 其实这也是一个人际关系里面 很重要的必修学分 那今天就来好好聊聊这个主题 但是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 我今天要介绍的这间特色咖啡厅呢 其实我算是非常lag 之前他刚进台湾的时候 大排队我有数度经过 想说要去介绍 但真的是排太久我就放弃 它的名字叫做 Persian Arabica 这间位于台北象山店的人气咖啡厅呢 它真的是在今年的夏天的时候 2022年进驻台湾之后呢 就开始打排队 所以我就一直没有介绍 直到前阵子有经过 那我那天饭香不饭 我发现说我 miss掉这间咖啡厅 赶快来补介绍 这间店呢 其实它的首店是从香港出发 后来在日本京都住店之后 因为那边实在太漂亮了 风景美 然后它店家是走一个纯白色系 就是一眼难忘 所以后来就是因为如此 在京都爆红 很多观光客去京都 一定要去采点这间咖啡厅 但讲到这里 之前其实就有个新闻 算是新闻 我不会说它就是八卦啦 反正就是事实嘛 它其实是中资的 它其实是一个中资的咖啡厅 但大家可能 因为它是从京都爆红 所以大家都误以为说 它是日本品牌 那它其实起家店 应该是在香港 后来因为在日本爆红之后 它又红回中国大陆 那边就开了六十几间的门市 那台湾首店开幕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以为说 那是日本的咖啡厅 但其实它是中资 就是中国那边的品牌 但anyway 不管它是哪家品牌 但重点是我必须说 它的行销做得很好 先不论它咖啡好不好喝 它光是那个外表 这件事情就很好拍照 当然大家就会说 那你明明就是中资 为什么要营造着一个 很像你是日本品牌 那这件事情 我觉得消费者自有论断 但我个人是以一个单纯 就是我是去喝咖啡 跟我看着整个行销手法的话 以行销手法来说 我觉得它是非常成功 但以咖啡来说 我觉得它进台湾之后 我点了一杯冰冷拿提 要一百七十块 我个人觉得偏贵 尤其是它的店家 其实不大 它只有一个长行的 这种矮椅子 那个矮椅子 大概最多就是坐六七个人 所以基本上它卖 就是个外带客 或者是你就坐在那边 喝完干掉之后 你就得走了 当然有卖一些轻食 但我觉得台湾的价格 真的偏贵 比起来就是如果你说 Percent Arabica 它的这个咖啡豆 选得还不错 但是以这个价格 我就觉得不够亲民 我可能喝过一次 然后去拍拍照 觉得很像足够了 因为同类型的咖啡厅 在台湾其实有另外一间 叫做Coffee Inn 其实就是整个调性满像 都是纯白设计 然后有很多联名 但这间咖啡厅 它是位于象山的那个路口处 我是觉得它的造型很漂亮 就是你看到它的logo 你就会记得 就是那个百分比的percent 那我个人觉得 它的这个东西设计的蛮好的 但整个装潢就真的蛮适合拍照 如果你有拍照需求 那有经过象山 然后你想要去拍一系列美照的话 我是觉得可以踩一点 至于你说会不会常喝 我个人觉得它的价格 比星巴格还贵 我觉得有点偏贵 那就是还是推荐给你 如果你有经过的话 可以去看看 然后看你喜不喜欢 那今天叫做 Percent Arabica的咖啡厅 就在此推荐给你 相关的资讯 我放到IG 其实你应该有拍影片 大家可以去IG搜寻 其实你应该按赞追踪起来 好了 回到今天的主题 你讨厌它 但它却可以帮到你吗 请从你讨厌的人身上 看明白这些事 第一点就是呢 会讨厌它呢 正可能是因为 它身上有你欠缺的东西 有时候为什么你会讨厌一个人 也许正是因为它身上 有着你没有拥有的特质 这点你有没有思考过 因为人活着在这世间上呢 就是免不了 会遇到一些跟自己三观截然不同 或是你的做事方法 就难缘被撤 你就是看它 就看不顺点 内心就是会有一股无名火 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同事 甚至在学校时期 你有这样的同学 就跟他就是不对盘 频率怎么样就对不起来 不知道从何而来的厌恶感 有时候呢 遇到这样的人 请你要先去 就是静下你的心 去判读一下你这个负面情绪 这个情绪到底要告诉你什么 是因为嫉妒吗 还是就是这个人有些 就是什么三观 或是他的做事方法 你就是看不顺眼 这个讯息是来自于哪里 有可能是基于说 他做了一些 其实是你不敢做的事情 你有没有发现 有些你讨厌的人 可能你看不惯他 但是他其实身上有一种特质 就是你不敢去做 或是你可能一直觉得说 这件事情他怎么敢做 但他的敢做的意图 可能不一定是对的 不一定就是跟你价值观是吻合的 有可能就完全背道而驰 你就觉得这件事情 怎么会敢做 这是不大逆不道啊 或是违背善良风俗 但是某个层面来说 你会觉得说 他怎么会这么敢 他怎么会活得这么的自在跟潇洒 但撇除他就是 违规犯法之类的这个 或是他跟你的价值观 完全背离的这一点之外 其实他身上的一个特质 就是他很敢去做 或者是他就是对于事情 他可能很执着 你可能不欣赏这个人的 做人做事的方式 但你对于他的勇敢跟果决 其实你内心深处是给予赞预 跟你其实是羡慕他有这个勇气的 那这就是你所谓欠缺的东西 所以才会导致你如此的讨厌他 这一点不一定是说刚刚讲的 他可能很敢做事情 有可能在感情上面的果断 感情上的狠心 有可能你就是个心很软的人 所以你可能很讨厌这个人 你觉得他是渣男渣女 或是他就是到处你花了草 但某个层面 你其实为什么会讨厌他 其实有一点就是说 他为什么可以活得这么潇洒 凭什么他可以过这么爽的日子 那其实会讨厌 有可能他身上有一些特质 是你可以学习的 不是说要学习他坏的地方 而是说那个勇敢 或是那个爱自己多一点 你懂吗 这些特质其实是你自己 其实内心深处 你是欠缺的 那如果你看穿这一点 其实你就可以从讨厌他这个 那观点里面跳脱出来说 我之所以讨厌他 是因为我可能看他身上有一些 就是我很厌恶的做事风格 但是他的这一点 其实是值得我去借敬的 但那借敬不一定要全学 而是可能稍微多点勇气 稍微爱自己一点 那这就是第一点 接下来第二点关于说 你讨厌他 但是他就可以帮到你吗 请从你讨厌的人身上 看明白这件事情 就是二 请引以为鉴 然后别变成自己讨厌的人 遇到自己不欣赏的人呢 你与其选择就是 诶 痴之以鼻 很鄙视这个人 然后或者是你如果要跟他合作 或是跟他讨论的时候 你可能就处处的针对他 甚至攻击他 那有这个状况倒不如 你可以从这个人的身上去寻找 他为什么这么的惹人厌 为什么这么的牵走 这个问题点到底是在哪里 那引以为鉴 就是你是从 他原来就是讲话很白目 或是他这个人做事就是 太做自己 不懂得就是团体合作 或者他这个人呢 就是做事情 就是瞻前过后 总是委屈求全 让人家觉得说什么事情都好 有点墙头草 这一些点呢 有可能都是导致于 就是你讨厌他的原因 但他这些缺点 其实你可以用来就是警惕自己 千万不要变成跟他一样的人 就遇到这种就是 你觉得他有问题 或是他就是你很讨厌 或者是他可能对你很不好 他不善待你的话 从这个互动之中 你可以选择从这个不好的遭遇中 去寻找到可以让自己成长的突破点 而不是单纯遇到这个烂人 或是这个不好的人 或是坏人 那或是就是一个很不OK的人身上 你就觉得说天哪 就要远离他 但在跟他 人生都已经遇到了 所以不是得到 就是学到 从他身上 如果你得不到任何东西的时候 那至少你要从他身上 去学到一点警惕 或是学到别要跟他一样 所以说第二点 以他为鉴 然后别变成自己讨厌的那一种人 接下来第三点关于说 你讨厌他 但他却可以帮到你吗 请从你讨厌的人身上 看明白这件事 就是三 遇到厌恶的人呢 请将他视为是一种修行 人生难免就是会遇到一些 你看不顺眼 或是就是不顺心的事 那遇到对方 就是就无心就算了 如果对方对你 就是他对你就是可有可无 或是他就常忽视你 冷漠你 那遇到这样的人 那就算了 你就不用浪费情绪在这个 不在意你的人 怕就怕 有些人一开始 他在跟你应对的时候 他就夹带着很多的恶意 他就是想要背后冲坑你 要对付你 那一开始就打了这种 坏念头的跟你互动呢 其实如果你就是 那想要反唇相及 或是叫针啊 很走心 想跟他针个长短 那你就会累了自己 然后最后面就变得跟他一样 在那边计较这些小事情 那倒不如就是转化你个人的念头 把它视为是你人生 就是在路上走一走 踩到一坨狗屎 竟然这坨狗屎就是你避不掉 就是踩到了 蔡康永最近之前有讲过一句话 就是说 你就是人生不小心就是会踩到狗屎 那他就是得拉 你不小心踩到 你不要去怪说为什么狗屎在这 因为有人就是得拉这坨屎 那与其这样 你倒不如就是 把它看作是另外一种幸运 你懂啊 就踩到狗屎 人生说你是狗屎 那你就竟然遇到这个坏人 你讲说 这是他来度我的 他来让我学会一些事情 把它当成一种修行 把这些不好的遭遇 当成是一种磨炼 那对你来说比较划算一点 而这就是第三点 接下来第四点 关于说你讨厌他 但是他却可以帮到你吗 请从讨厌的人身上 看明白这件事 就是死 看透讨厌背后的原因 然后跟自己和解 有时候你会没来由的 不喜欢一个人 问题很可能 并非真的出在这个人身上 有一些你很厌恶的特质 或者他做事风格你不欣赏 相反的 有时候 其实就是你自己跟自己过意不去 这一份憎恨呢 是来自于你对自己的无能为力 有一点就是 你就是看 为什么就是有些人 就是富家子弟 为什么大家讨厌他 就是觉得说 为什么 凭什么 他可以就是含着金汤匙出身 为什么他这个人的起跑点 就是比我前面 同样的努力 为什么他就是可以得到升迁机会 他的薪水就比较高 这种就对于自己的无能为力 跟对他人的无可奈何 有可能就基于你就是羡慕 嫉妒对方拥有的一切 那痛恨自己的不足跟落后 或者是你可能跟他在竞争 那最后不小心你就是战败了 这一种讨厌呢 其实你得要尝试跟自己内心和解 才能够从这个你知道 自己给自己这个压力 跟这个憎恨的情绪里面跳脱出来 而只有第四点 好啦 今天就是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四点 关于说你讨厌一个人 但他有可能可以帮到你 请从讨厌的人身上看明白这些事 希望提供给你做参考 那听完这一集 你是否也觉得 诶 蛮有道理的 怎么都没有想过呢 不妨丢给你身边 那个有需要的朋友听起来 那如果是厂商的话呢 在咨询栏会有信箱 或是你可以叫我IG 其实你应该私讯跟我联系 最后关于说 如果是从Spotify 或是从Apple Podcast收听的朋友呢 快去按下五星的评价 写下你的意见 你的看法 你的疑难杂症 我都去看咯 好啦 就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下次见咯